大家晚上好,我是Inliteens的Richel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呢是 什么样子的课外活动是百搭的 什么样子的课外活动是百搭的 OK,好,那么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 为什么会有低分高路和高分低路 那每一年的申请季之后 其实我们都是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子的案例 低分高路的,高分低路的,甚至是催距的案例 尤其是后面这一种在这个Reddit上面 在知乎,在College Confidential上面 其实非常常见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 我们知道在美国大学的申请审核中 其实讲究的是一个holistic review的过程 那么对于申请人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全方面的考核 Academic GPA Application Essay 还有我们的课外活动 大家可以看到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所以呢,固然说这个GPA和TESTA Score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其他的这一些组成部分 那么依然是很难获得一个非常理想的录取结果的 我这边呢,收集了两个案例 其实我们今天呢,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案例上面的一些情况 首先,这个第一个案例 是我在一些网站上面收集来的 那么可以看到,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高分低路的这么一个例子 GPA的话,在4.0 Scale里面 它已经获得了3.99 几乎是满GPA 那么在SAT上面 它也是获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1540分 专业选择 选择了这个Commuter Science和这个CS Engineering相关的专业 那活动里面可以看到 舞蹈、National Karate、Student Government、Volunteering和Non-profit Startups 也是比较多元一个比较丰富的这么一个状态 舞蹈啊,这个空手道啊 还有一些领导力的活动在里面 包括这个是原则的活动 那其他的 他自己据他的描述 还有三封比较强的推荐信 和这个还不错的文书 那么可以看一看 他的这个录取结果 据了有哪些 UCL A、UCSD 佐治亚理工 UIUC 李诺伊香斌 然后Virginia Tech 包括这个波士顿大学啊 UT Austin啊 都据了 等待的 就是Waitlist上面的 UMAS UW Medicine 是一个非常Moderate的状态 因为除了UCL A之外 我们几乎可以看到 没有什么其他的 前三十的大学了 但是呢 他在专业选择上 其实是非常自信的 那么选择了这个计算机和计算机工程的专业 对照他的学校 对照他的学校 你可以看到 像UCSD UC Irvine 普渡 这个UTA Georgia Tech 其实都是在这个领域非常不错的 一些大学 那么这个同学 他其实在他po的这个贴子前面 也说到了 Just a rent 我是来咆哮一下 说明他其实对自己的这个录取结果也不太满意 结合他的这个选校和专业来说 我觉得呢 他的整体的申请策略上 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 怎么说 缺陷 尤其是择校和择专业上面 还是有非常多可以去进行提高和修正的地方的 首先他的分数是摆在眼前的 3.99 1540 其实他是可以去冲刺一些排名 相对来说更靠前的学校 这个里面其实他已经失去了很多 丧失了很多机会了 因为据我所知 有一些前三十的大学 学生在录取之后 后期其实可以成功去转到computer science专业的 那么可以看到他是否真的对computer science这个专业感兴趣呢 其实好像我们也找不到什么蛛丝马迹 从他这个课外活动里面 这位同学他所谓自己非常strong的这个课外活动里面 其实几乎跟这个computer science没有找到特别大的关系 或许是这个non-profit startup或者是跟这个computer science有关的 也有可能是学校的课程跟computer science有关的 这里咱们还是要先打一个问号啊不确定 总之呢对应这个成绩和对应他的录取结果来说 从我们一个专业顾问的角度来讲 他的这个申请材料里面肯定是存在着某一些硬伤的 那么我们看第二个案例 那么案例二其实是我自己带过的一个学生 他GPA不高3.3也是4.0的scale 那么SAT1490还可以 但是也绝对不算是一个高的分数 这个孩子呢是一个社科的学生 可以看到他的课外活动啊基本上就是跟社科这个方向 比较相关的一个社科的research 还有这个MUN摩连club 一些non-profit project 等等 这个project其实也是去帮助一些社会边缘的人群的 那么他的申请结果其实是比较超出我们自己的预期的 G的是UCLA UC Berkeley Wish U Emory 等等 像UCSB U Mish这些 其实相对来说这边啊还是排名比较高的这些大学 那么等待录取的waitlist 是UW Seattle 录取的结果是UCI UC Davis UCSD和CMU 其实说实话啊就是 最开始的时候拿到的是UCSD的这个offer 那么从我的角度和他自己的角度来说 就对应自己整体的这个profile 还是比较满意的一个结果 像前面的UCLA UC Berkeley USC 说实话他自己也没有去多想 但是呢最后却收获了这个CMU的offer 说实话是非常惊喜的 那么 能够收获这一份offer 其实是因为他的课外活动里面的某一项 跟CMU的专业 是可以说是完美契合的 因为我当时在帮助他一起做这个school research 看到CMU 他网页上的这个专业 我觉得完全就是为他设置的 他比较有亮点的活动 课外活动 课外经历 就是这个taxi mobile app research 当时他做了一个什么呢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 CMU的这一个专业 他是叫做social and decision science 就是社会和社科和决定 怎么说呢 决定科学吧 就是研究人是怎么样在这个 做出一个适合他自己的决定的 这么一个专业 那么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活动里面 taxi mobile app research 其实他当时研究的就是 因为我们有很多手机上的打车软件嘛 对吧 然后他研究的是 人们是怎么样在这些众多的打车软件中 去做出选择的 以及这个打车软件 比方说是Uber 他是怎么样去利用这一门科学 那么去平衡这个司机和顾客之间的 这个关系 就是如何去建立他们这个connection 就是讲了这么的一个事情的一个research 那完全是跟CMU的这个专业 是非常完美契合 对吧 我们这边把两个案例放到一块去进行一个对比 你看前三行其实这个对比是非常有趣的 那右边的例子 他是其实可以看到用活动来返超的 因为他其实本身GPA和SAT都不如前面那个按理议的 要来的那么高 那么而且看到他选校的 整个选校的情况其实是更合理的 因为他的这个难度的level分布也比较平均 从难的到更容易进入的一些大学 基本上是没有浪费什么机会 那冲刺的可能是更多一些 冲刺的大学会更多一些 那么相对比 左边的这位同学 这个案例一里面的同学 他其实是在选校上面是比较激进的 然后呢这个选校上面是相对保守的 但是专业上面是比较激进的 我猜想他可能当时心理状态是想要选一个 简单近一点的大学 然后但是选一个比较好的专业 但是呢虽然说他目标很明确要选择这个专业 但是我们在他的课外活动上面 却没有找到他非常多的这个经历 或者说是passion 没有从这方面去体现出来 所以说你尽早的去进行这个课外活动的规划 兴趣上面兴趣爱好专业上面的规划是 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两个案例 那么刚刚我们也讲了很多 在关于课外活动上面 要去寻找亮点啊等等 我们有很多这个家长和同学学生要问 那我在高中里面究竟应该 做一些什么样子活动呢 我经常收到这个学生和家长发来的课外活动信息 讯息 问我这个要不要参加 那个要不要参加 其实我们在参加课外活动的时候 是没有一个标准或者公式的 那这里呢我放了一张这个slide 上面呢是从common app的这个申请系统里面 去节选出来的 就是大学申请中我们可以填写的课外活动 有哪一些类型 那么我们知道common app里面其实一共可以是填写十个课外活动 那这十个活动应该如何去选择 其实我们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选择几个学术类的 再加上一个体育类的 或者说加一个社团类的 没有这种固定的模式 但是我也不希望说我的学生会被陷在这个框框里面 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很多家长 他可能想要去那些比较高大上的活动 但是不是每一个家庭他都有这个足共的经济能力 去支付这种高昂的下校啊 或者说是研究类的项目啊 那么对于很多孩子来说 其实他们本身也没有这个必要去参加这一类的活动 从教育的角度上面来说 其实我们去选择参加课外活动 完全是为了丰富孩子的业余的生活 然后去挖掘他们的兴趣点 对吧 从申请的角度上面来说 我们也可以说就是从一个更 稍微更功利一些的角度来讲吧 我们课外活动其实主要是用来突出 申请人的个性特点 在专业上面的潜力展现出来的潜力 或者说是对他的周围的community的这个关心 关注等等这些特征 那么从这些角度出发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很多 课外活动的评替 我们这边做了两个对比 一个叫高大上 一个叫评替 就是评价的一些代替 那我打个比方 如果你觉得说参加一个 为期三周的 但是费用学费在一万多美金的下校 性价比太差了 确实这个性价比可能不是很高 那么你可以让你的孩子在 社区大学里面 或者是在一些网络上面 找到相应的这种 college level 大学程度的课程 那这些课程其实相对来说 它的费用是比较合理的 也没有其他的这个旅行 或者是住宿的费用 那么如果说你的孩子 能够在这些课程里面学定值 尤其是一些大学入门level的这个课程 那其实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再打一个比方 比如说有很多学生 我们看到就远赴东南亚 远赴非洲去做义工 那么在社区里面 其实去做一些微小的工作 帮助周围的人 那这样子的事情其实要比你 就是level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做 更有意义 或者说是更合理吧 在招生观的角度上面来说 是更合理的 或者是家里面 有家庭生意的这个学生 那么他在假期里面 可以帮助他的父母 去照顾家里面的这个生意 或者是在父母很忙碌的时候 去照顾他的家庭生活 家里有弟弟妹妹的 可能还要带领弟弟妹妹学习 等等 那同样这样子 也是可以看出这个学生的 善良心理的成熟度 家庭的这个责任感 或者是对社区的责任感 以及他的价值观等等 如果说你实在不知道 要参加什么活动 我们回到刚刚这个 common app的活动类别里面 你也可以在这些类别里面 找找看有没有什么灵感 有很多是属于比较common的活动 就比如说像这个 公益志愿者 在学校和社区里面 是有很多这样子的机会的 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参加的 另外在学术方面 那不一定是说 一定要很高大上的 是一些大学教授去带领你做的 这个科研研究 课题研究 有可能只是你自己跟周围的同学 做的一个小的project 需要一定学科知识来支持的 或者是你参加到学校的这个school club里面 也是跟学科有关的 或者你只是参加了一些学科的竞赛 其实都是可以算在 这academic学术的这个类别下面的 好 那我们很快到第三部分啊 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课外活动 好 选择课外活动的一项标准啊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做这个主题 就是看他这个活动究竟是一个百搭的活动 还是一个百搭的活动 那何为百搭的课外活动 所谓百搭 我给他的定义就是说 你在学生申请的专业关联之外的 呃能够体现学生的多元特质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知道啊 呃 传言这个哈佛大学他就特别喜欢看到申请人的这个体现出来领导力 是吧 那么其实在很多其他的大学也是一样的 学生的呃创造力领导力啊 对community的贡献对世界的关心啊 都是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一些特质 或者说是希望看到呃 申请人能够反映出来的一些特质啊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些大学的文书题目里面就可窥一般啊 找到 我这边也是给了一些例子 那这个几个的啊 这个是来自UW的呃 这个申请的文书啊 马上就要截止了啊 11月15号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文书题目里面 其实字数也不要求特别长啊 只有300字 那他就想知道你是来自于一个什么样子community 那么作为这个community的呃 一个产物一个成果 你是呃 你可以把什么样子东西 什么样子的这个diversity 带到UW的校园里面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community community的这个文书题目 那么一样的 比方说在呃这个 这个Ibys这个长春层大学各大是吧 也有这样子的题目啊 呃就看 问你呃这个 how do you how do you and would you learn from 呃and contribute to diverse collaborative communities 你可以去给他的这个community 呃带来一些什么样子的改变 等等 那么我们还有熟悉的 比方说这一边啊 是加州大学的这个文书题目啊 呃一共是呃这个 这边是七呃 这里一共是三个啊 那其实我们也是节省出来的 那么很多你看第一题 他问的就是关于leadership的经验 你有什么样子的领导力的经验啊 去积极的影响了他人 啊或者是在一个团体里面帮助去解决了一些啊 争端等等 比方说这个第二题 every person has a creative side 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创造力的地方 那么他让你讲一讲 你的创造力是体现在哪里的 啊关于一个创造力的问题 以及第七题也是一个关于community的题目 你在学校里面或者在你的这个社区里面 做了哪一些事情 让你的呃周围的环境变得更好 可以看到啊 呃这边大学其实都是希望 呃他的申请人身上是带着这些呃特质的 除了刚刚说到的特质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 呃可以去通过你的课外活动去展现的东西 比方说是我这边给出的这一些呃比较好的呃 一些申请人可以去呃展现的一些特质 一些洞察力啊啊 感觉去冒险啊 或者是你的幽默感成熟度 你在思维上面的一个开放一个包容度 包括你的自信 啊组织能力 克服逆境的这个能力等等 好那说完百搭的课外活动 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做呃白搭的课外活动 其实呃说这个课外活动 白搭呃稍微有点夸张啊 呃其实我们想表达的是 他在申请中能够发挥的作用 其实非常小非常局限 也很难跟前面那些呃呃白搭的活动一样去展现出申请人的呃呃特质来啊 呃本来可能是一些可以变成白搭的活动那也有可能缺乏了一些尽早的规划吧 成了白搭活动 呃呃呃这个无效的活动 白搭的活动 其实他都是有一些共性的 我们可以去注意一下 首先第一点 历史短暂啊 比方说是一些呃一次性的这个活动 呃当然了如果你的孩子参加的是同一个组织的组织的不同的活动 呃那不算是一次性的 那我们就算他是参加的是这个组织对吧 这个组织的活动 还有一个是参与程度比较低 呃在这边这个圈圈里面 呃什么叫参与程度比较低呢 基本上这个活动你去了之后就是走马观花呃是去当个观众 当个听众这样子的角色 其实你在里面的参与程度不是很高 没有什么互动 这个就是呃白搭活动的另外一个特点 那或者还有这边啊不具备影响力 这个是呃呃非常重要的 影响力对于一个活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像我们在之前的这个讲座里面 也反复去强调如何去描述一个课外活动 在你的申请材料里面啊 经常呃我们前面就讲过很多遍 一定要去展现出你的活动的影响力是什么样子的啊 呃这个影响力 当然这个是呃广义上面的东西啊 如果你呃就写到申请里面 这个影响力也包括你在这个活动里面的一些收获 或者说是一些你得到的成果啊 你给这个活动给作为人造成了什么样子的影响 等等 那么如果说你想要去参与的这个活动啊 目前来看经过你自己的评估是吧 已经具备了以上两点或者三点 那我觉得咱们还是需要好好去考虑一下这个活动的时间成本啊 和他的投入产出比啊 可能很有可能这就是一个白搭的活动 OK那么刚刚讲到了呃两种活动的呃区分 呃那么从Holistic Review出发 我们在规划整个申请材料的时候运用的主要就是这两个思路 一个是水桶原理啊 一个呢就是叫做竹竿原理啊 那水桶原理我们挺好理解的是吧 matrix啊就是在你的整个profile里面是没有什么短板的 包括成绩啊 还有这些课外活动和你的专业之间 就是一个非常平衡的状态 那么呃关于活动部分 我们主要运用的就是这个竹竿原理啊 这个小朋友拿了一个竹竿去打树上的枣 那么他能够打到多少枣子完全取决于这个杆子的长度 是吧 那么在活动里面我们也说就是说 你需要在整一份申请里面去展现出你自己的呃闪光点 这个亮点也就是这个最长的这个杆子 ok 那么如果说是你已经有了明确的呃专业 就大学里面想要学习什么这个东西已经非常明确了 因为我知道很多学生其实他们就早早定好了目标呃 要申请这个computer science 那么这个这种情况下也有可能是其他专业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去多多寻找一下和这些专业相关的课外活动 呃 那么这个孩子在天赋能力专专业他们之间是有一个非常强的联系的 怎么说呢 在初期的时候呃 你这个孩子在天赋和爱好中 他能够收获到的鼓励赞扬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正向的反馈 可以让这个孩子在这个方向上面找多越找到越来越多的呃自信心 那么从而也是提高了他在这个方向上面的能力 让自己能够更靠近这个专业的学习 所以我经常鼓励就是今年级的呃孩子学生去尽量尝试各种不同的不同领域的课外活动 不管是这个呃文学类的艺术类的还是stem类的都可以去大胆的尝试 呃或者说是去呃进行一个试措 啊那么这里就是呃提到了在不同学习阶段的孩子 他应该如何去选择自己的课外活动 那除了interested之外 也是要关注自己的aptitude 就是要去选择自己适合的难度啊 去迎接一些适当的挑战 那如果说啊我们给孩子推荐活动 是远远要超出他自己的能力的 那可能在这些活动里面即使他硬着头皮上了 也有可能是受到一些挫折 那对他自信心上面来说是一个呃不太好的造成不太好的影响 所以我们按照学生自己自身在呃呃 呃当下的这个水平来进行活动的选择 那我们这边打一些比方啊呃呃举几个例子 那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呃这个数学里面有一个AMC竞赛 其实他已经分了呃呃很多不同年级的组别 AMC10 AMC8 AMC12 那这个也是根据学生这个摊呃参加比赛的同学 他当下掌握的呃数学知识来进行分类和报名的 嗯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呃十年级的学生啊 已经去挑战AMC12这个难度的这种例子 那可能这个学生他自己就是在学习方面比较超前 尤其在数学上面比较超前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来说我都会给学生去推荐其他更多的和数学相关的比赛 或者说是其他的学习的机会啊 比方说我们都知道有几个难度比较高的数学类的下校嘛啊 像呃这个在Boston University的Promise 非常著名的一个呃数学下校的项目 或者说是嗯 同类别的呃Canada USA Mass Camp 对吧 这个可能教授的学生人数还比较多一点 那在学生呃比方说数学能力已经达到呃这个程度 这个阶段了啊 我们顾问都会去进行合适的项目的推荐啊 那推荐的这个工作其实会是比较专业的 大家不要今天听我一说这些项目啊都明天一定要去申请了 还是要进行一个呃申请前的一个评估的 因为像这这种难度稍微高一些的数学项目啊 都会有一个申请前的测试啊 那这个测试的难度还是有一点的啊 当然从我的学生呃历年的这个申请经验来看 呃这个测试不是说是一个像录学前的考试 这么一个形式啊你也不是说你要全部做对了你才能录取 那像我之前的学生展现出来就是可能呃没做对几道题目 但最终还是录取了啊 这些项目其实看的不是你正确率是多少啊 而是去考考量你在这些嗯答题的时候能够展现出的逻辑思考能力 这个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那么呃这个是呃能力比较超前的学生 他们的这么一个例子啊我们举个反过来的例子啊 前几天我还收到呃家长给我发的这个活动的讯息啊 这个形式呢是他孩子没有参加过的形式 所以他也是这位家长也是想让这个孩子去试一下啊 问我需不需要参加啊那一个呢是他的孩子 其实前一年已经学习过这个项目里面的这些生物学的知识了 内容其实非常简单的啊 然后也是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的一个camp啊 嗯这边大家就是吧 警醒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白搭活动的三个圈圈 还记得吧历史非常短暂是吧 这边大家就要小心了 那还有一点就是呃这个主办方 这个活动的主办方其实比较厉害 尤其是在这个遗传生物方面还是相当比较有名气的一个组织 可能特地搞了一个高中生的定制版的这个活动出来啊 所以难怪就是家长都很心动是吧 那么他的孩子其实目前已经是呃十年级了 嗯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专业方向想要学什么 那么呃我们来评估一下这个活动的话 首先第一点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活动时间是比较短暂的啊 第二点呃他的这个内容过于简单 不太符合目前这学生自己的学习阶段了啊 第三点是一个星期他只是去呃体验一下这些呃 生物学的这个实验的过程啊 啊或者其他的这个理念是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呀 但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产出 就是说你只是去参加 但没有产出啊 这个就是跟我们刚刚提到的白搭活动的第三点 呃没有什么影响力 对吧整个活动就走马观花嘛 对吧 所以呢呃呃这个活动如果是去参加的话比较 可以说是比较浪费时间啊 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吧 呃这边也要给大家提醒一点 就是在选择活动的时候 呃尽量可以跟你你自己的顾问去多讨论一下 因为这个其实呃高中生啊 小孩他们的课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比较紧张的 而且时间也比较宝贵 那么这种一个星期的活动 呃一个星期的时间其实可以拿来呃 去做更多别的事情可能对我们的呃 还是说从功力的角度啊 对我们的整体的这个申请是比较有利的 OK这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呃 如何去选择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活动 啊那么接下来也是呃 咱们今天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部分啊 课外活动的等级和选择 那么这里我们首先要提一点就是 这个课外活动的等级 我指的是去他们的参与的门槛和完成的难度的这个等级 但是对于活动本身来说我们不去做过多的呃 评价因为我相信呃每一个活动呃 学生去完成了之后肯定会有不同程度的收获的啊 那么呃活动的等级其实市面上也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呃 分类和方法分类方法如果你仔细去分的话 其实现存的呃比较耳熟能详的课外活动和项目啊 最多可以被分为呃有十个等级 按照它的门槛和完成难度不同啊 有那么详细 那我们今天只是粗略的把它呃分成呃三个等级 首先第一个是初级门槛的啊 啊这级门槛的话呢我这边给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National Student Leadership Conference 啊简称NSLC啊 呃这个活动其实六到十二年级的学生都是可以去申请参加的 然后呢在这个项目里面其实它分了呃非常多不同的组别 按照年级区分的然后按照不同的学科啊 包括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有呃商科啊STEM啊 啊Art啊Design啊等等啊 啊这个活动如果说学生目前成绩平均成绩是在比以上的 那可以去试一下啊参与的时候呢呃也是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推荐啊有老师或者是曾经参加过这个项目的校友 去给你做一个推荐当然如果你没有推荐自己去申请行不行也完全没问题啊 而且他这个整体的申请表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基本上啊官方告诉你是在10到15分钟就可以填写完这个表格了 呃那旁边还有一个呃State Science Fair啊用项目来参赛的那么这个比赛呢呃呃人数其实是看地方呃有不同的那有的州参与的人数多一点有的州参与的人数相对来说少一点 难度上面来说还是呃呃不算是那么高的 因为我看了他呃前一年获奖的一些这个呃project啊有的是什么研究口罩在防护的呃防护防护这个什么呃病毒传播的这个有效性上面啊像这样子的研究 相对来说呃呃不是特别难的一些小的项目可以参加到这个活动里面去 好接下来难度有所上升了啊啊首先左边这个National Science Ball啊科学碗呃呃呃他是这个答题形式的上电视的啊呃呃需要是以学校为单位去组织队伍的呃呃每年一月份呃呃差不多是有一万五千人左右会参加到这个比赛里面啊 高中生中学生啊呃呃那么呃首先是Regional Science Ball Tournament Tournament每个赛区一支队伍他可以呃直接晋级到呃National Final里面去啊是这么一个用晋级的制度来的啊呃左边呃右边这一个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Cosmos 这个就是咱们呃呃呃在加州大学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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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起去上课讨论做实验 而且他的课程的难度 其实要远远超过 本身在高中里面提供的 这些常规课程的难度 那在申请上面 其实他也是竞争相对来说 会比较激烈一点 每一个校区 他容纳只有160名到250名的学生 那么再分到每一个项目 每一个学科里面 每一个班基本上就是 I mean cluster 每一个cluster 基本上就是18到24个学生 也是一个比较小的 小班化的这个教学 那么这个项目的话呢 他周内的学生 学费是差不多2000美金不到 而且基本有10%的学生 他都是能够拿到FA的 项目录取的一半学生 基本上都是11年级的学生 那2分之2 40%是sofomer的学生 如果说你现在是10年级的 在第一点9年级的学生 那你如果想去申请这个项目的话 基本上机会就很小了 那么相同的也是下校的类型 差不多的这个level 差不多的难度 比方说像沃顿商学院 他也有关于商科的 Leadership in the business world 简称叫LBW 一个沃顿商学院的领导力的 这么一个下校项目 官方称他的这个GPA 也至少是要在3.5以上 你才能去进行申请 而且呢 根据我们以往成功申请的 例子上面来看 你也需要在申请这个项目之前 已经有过一些大大小小的 领导力的这个经历 才能够被这些项目录取 那同样的Cosmos 其实他对GPA也是有要求的 你要在3.5以上 那么基本上你去看他的 这个program的profile 录取的GPA 还是比较靠上面的 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 很大一部分录取者 他的GPA都是4.0买几点 所以这个参与的门槛 就会比前面这个初级的 更高一些 好了那这个高级门槛呢 其实就是一些 高水平选手的竞技场 我们这边也放出了两个 前面第一个叫 Scholastic Art and Writing Award 这个比赛呢 其实分成Regional Awards 和National Awards 那么在Regional里面 你的这个赛区里面 首先也是有一个评奖的 这个不同的奖励的 那么你获得的 这个叫Gold Key 就可以自动的进入到 National Awards 然后在National Awards里面 再选出金银 Metals 这是不同的奖牌 获得了奖牌之后呢 会给你安排巡回展览啊 给你安排作品的出版啊 会给你发奖学金等等 这个难度是什么样子的呢 每年差不多几十万份作品 提交到这个Ware里面 那么最靠前的 就选差不多是两千份作品 去拿到 获得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奖牌 像我们在上一个礼拜的 讲座里面就提到了 我们王岐老师的这个学生 他就是拿到了这个国家的奖牌 通过他自己的这些艺术作品 那么他的艺术作品最后也是在 大学申请里面帮了很大的忙 申请到了USC 南加州大学的一个艺术专业 然后后来进入了大学之后 通过转专业又进入了 我们南加州大学比较著名的 这个Marshall商学院 去学习这么一个案例 好旁边我们这个 大家肯定都已经 太熟悉了 这个奥林匹克竞赛 那他分了很多不同的学科 获得奖牌 这个肯定也是学术里面的 比较高的荣誉了 那么像还有很多类似的这个竞赛啊 比如说这个英特尔科学和工程大奖赛啊 ISEF对吧 还有Google Science Fair和西门子的这个 类似的这个比赛 就非常多 那我们这里其实举的例子都是比较 呃常见的也是一些呃大多数是比赛形式的 呃那我们其实inline teams也会给学生去做一些呃推荐 去给他们做一些匹配 呃是项目类型的这个比赛 那不管是项目类型也好 还是比赛类型也好的课外活动 其实你说去拿到一个recognition不是最最关键的这个目的啊 我们呃拿到的这个在这个过程中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你比方说参加的美术的比赛 或者说是science fair 你拿到的这个做出来的成果成品啊 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也是我们在申请中可以拿来作为呃一个很好的素材 去讲故事的一个东西 那除了刚刚我们前面上面所有提到的这些比赛之外 呃你也可以在学校里面去参加一些 比如说啊辩论社呀啊模拟联合国mun是吧 呃如果是对机器人感兴趣的 那还有很多像first啊vex这些比赛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呃和当下的所处于呃一个什么样子的能力阶段 去进行一些合理的选择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啊 independent project research project 就是我们应来听会去给学生进行体配的很多其他的一些资源 ok那么很多人他们呃就想知道啊做什么样子的活动才可以去获得这些顶尖大学的一个入学入场券 啊那我们其实应该是这么来思考 你怎么样才可以啊变成匹配的上梦校的这个人 是吧 所以MIT他给了广大申请者的一句建议 我觉得非常受用啊 在这里也分享给大家啊 啊很多学生他们对于想要进入梦校啊感到非常的有压力啊 他们应该做一些什么经常的思考做一些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包括他们的课外活动 但是呢呃唯一正确的事情呃不是去想什么对于大学来说是right是是对的 而是什么才是你自己所需要的什么才是适合自己的 那在准备这期讲座的时候啊我们同事也提到了之前呃有某一所疼校 他呢曾经公布了呃录取学生的这个课外活动的profile 但是很快这个页面就被撤回了啊 因为肯定看到这个页面之后有很多人会蜂拥而至到那些活动里面啊 那么就好像参加什么一个party有just code的一样啊 你也参加这个活动我也参加这个活动那大家变得就是看起来就更像彼此 嗯但是呢大学的招生的愿望却是跟这个完全恰恰相反的 他们希望迎来是一届很多元化的学生 所以迎来teens在给学生做规划做planning的时候 也是希望能够尽早的了解学生的特点和特长 那么根据这个东西来进行个性化的活动的规划 而不是说只是按照某一些程式化的这个模板去给学生们做planning 好呃今天呃以上就是我今天所有的讲座分享的内容 好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把这个屏幕交还给爱丽老师 嗯好的谢谢非常感谢家长们在百忙中抽时间来收看我们的讲座 那如果接下来家长有任何关于呃想要了解我们更多的高中规划和申请服务 欢迎您加我的微信过来咨询或者是致电 那如果您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家长群当中呢 也是呃先加我微信我来发邀请给您 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裴伟老师的分享 然后感谢大家的参加 那我们下周六晚八点同一时间不见不散